这是百分之百黑全麦粉做的馒头 健康低卡麦香味浓郁 特别适合减脂器的朋友 先准备180克的温水 加入4克酵母 把酵母搅拌融化 在盆里倒入300克黑全麦粉 少量多次的加入酵母水 全麦粉里含有腐皮 吸水量要高于普通面粉 要比普通面粉增加10-20克的水 搅成修装后揉成面团 盖上盖子饧发 全麦粉的面筋低 饧发的时间长一些 也不会像普通面粉能蓬充质量大 像这样表面开裂 内部有缝和状 这样面就饧好了 拿到面板上揉搓排气 在揉搓的时候 要不停拿撒一些干面粉 搓成长条 切成大有相当的面剂 把每个面剂都揉搓均匀 团成圆形 这样馒头的生培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放到蒸笼里 二次醒发 体积明显增大 拿在手里清飘飘的感觉 这样就醒发好了 水开上锅蒸15分钟 关火焖三分钟 虽然没有加入白面 口感也特别的香 满满的卖香味 营养丰富热量低 特别是山高和煎者的朋友 可以当做很好的主食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